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是否常常落入软弱 疲乏无力 自残心晦 自觉无人疼爱的光景 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捷径圣明 这一章我们看到撒旦在做什么 第一节 撒旦的名字就是做对控告 在右边来控告 神的仆人 撒旦的任务就是反对抵挡神 攻击神的一个重要方法 就是攻击神所爱的仆人 在这里是大祭司 撒旦要攻击神的仆人 使许多人跌倒 并且第三节 让人穿上误会的衣服 约书亚穿着误会的衣服 一方面自己的软弱罪恶 以色列的确因着犯罪 遭神刑罚 二方面更是撒旦把这样的误会 黑暗控告放在人的里头 让人自惨心灰 上帝做什么呢 第二节 神斥责撒旦 撒旦控诉者 而上帝从法官的位置走下来 在辩护律师的位置 为我们辩护 两次提到了斥责撒旦 斥责撒旦的谎言 毒计 如同耶稣吩咐 撒旦退到我后边去 神把捆绑撒旦 抵挡恶者的权柄 给神的子民 第二节 神拣选 神真爱大祭司 神强了大祭司 不是软弱罪恶 是神所拣选 神最爱的 把百姓从外邦 带回神的圣地 好像从火里抽出来的柴 神是这样的宝贵 祂的子民 不但如第四节 神使人穿上 华美的衣服 脱掉污秽 脱掉罪恶 脱掉自己的罪恶 环境的罪恶 撒旦的控告 更让我们穿上 华美的衣服 就是圣洁的衣服 就是侍奉神的荣耀特权 并且有永恒 华美的生命 再向洁净的冠冕 第五节 这是君王的记号 这是神 荣耀仆人的记号 第七节 是我们管理神的家 让我们与王子 与主同坐 如同天使般 达到神的面前 而参与在 上帝永恒的计划 我们常常被撒旦控告 而我们依靠主的圣名 斥责黑暗时离开 主的宝贴竭尽我们 靠主得胜 大祭司不单是个人 他代表整个以色列 整个国家 跟代表所有神的子民 我们第八节 我们是做预兆的 代表上帝 救赎工作的代表 第七节 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工人 要遵行神的话 第八节 神应许有弥赛亚的国度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第九节 除掉罪恶 第十节 使我们得着平安 我们来祷告 求主的宝血 洁净我们 让我们拒绝 撒旦的控告 罪恶的引诱 让我们成为圣洁 圣洁中 回应神 建立教会 万民得福 奉耶稣的名 阿们